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税入预算比111年减少了15亿1000多万元 预算中受人瞩目的包括了编列西岸山城缆车规划设计经费 及乘务公园规划设计工程经费等 至于债务的部分 到112年已经连续第8年维持债务临成长 让金融市政府更有余裕推动市政建设 金融市政府112年总预算案出炉 税出及税入同额编列196亿3520万元 由于筹编作业提早一个半月完成 造成部分中央补助计划来不及纳入 总预算金额比111年度减少15亿1000多万元 税出部分还是以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编列54亿余元最高 主要税出项目包括有西岸三层缆车规划设计 金融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制可行性评估 国门广场二汽工程 大基隆历史场景在线整合计划2.0 及宠物公园等 西岸太平三层的缆车规划设计的经费 在今年可行性评估做完之后 我们在明年要执行的是细部的规划和设计 这部分编列了1255万元 那另外是金融市公共自行车注定系统的建制可行性的评估 这编列了400万元 也就是未来我们希望进一步在金融市能够来架构公共自行车的一个注定系统 此外是我们的百米翁炮台的步道二汽工程 也就是从我们百米翁炮台要衔接到九十三灯塔 这部分工程的一个步道经费的工程是1200万元 还有一个是重点地区公办都更的推动计划 这部分是编列800万 那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的金融港的国门广场的二汽的一个计划 这个编列210868万余元 还有过港路等多条道路改善工程及重要路口监视系统效能提升计划 与壮观里民活动中心用地取得等基层建设 其中林长为民服务费更从每月500元调升到每月1000元 就是有关于我们金融市林长的为民服务费 我们将从每月的500元提升为1000元 这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调整 这部分的经费是3998万元 至于债务部分不但连续8年维持债务林成长 债务余额更从103年底的124.29亿元 逐年下降到110年底的76亿元 让金融市政府推动市政更有余裕 上任的第一年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都不新增举债 也就是我们不增加负债 所以因为这样子 包括我们采取许多积极性的一个措施 我们推动组织的感召 我们积极的争取中央的一个经费 我们这个在整个利息的一个支出上面 也大幅的一个减审 所以我们从103年底的债务余额是124亿余元 那降到去年底的时候只剩下76亿元 据了解金融市议会定期会计划在9月14号召开 金融市政府也会将总预算案送交市议会进行审议 记者张奇藤金融报道 有民众反映金融中山区卫生所外 有两根黑色突起雾 地面有高低落差 路过不小心就会半岛受伤 金融市议员宋伟立办理会刊 市政府相关单位同意在8月底前改善完成 这两根地面上的黑色突起雾 原来是中山二路宽平管道的黑色塑胶管 就位在中山区中山二路15号 中山区卫生所外面的巷口进出口处 再加上这里地面有高低差 经常造成路过的民众不小心半岛影响行的安全 民众讲起来 尤其如果灯光会要有的时候 他们经过的时候都会听到 已经很多的民众受伤了 希望公务处准快来将这个 潘平的这个管线把它处理好 还有这个路面的方面就是 对啊 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路面的这个地方 等到这个潘平弄好之后 希望还有这根趋公主的设立的管理 这是什么 告示牌 告示牌 希望能够去除 因为白鹿 鹿这边好像有点索外围的东西 那包括这边的 这边的一个水泥的一个高低差 似乎让民众觉得说很不方便 而且容易有高低差就不顺 希望机工所能够挺快的 我想今天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接获民众反映后 特地邀请当地里长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和中山区公所等 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市政府相关单位同意 在八月底前改善完成 包括一并拆除塑胶馆旁边的公告立牌 并且移屏路面的高低差 那个领扎管线 我们会再把它剪屏 就是然后盖盖的 工所就是配合公务处把 这个官员的部分都注册 然后这个中华电信的 那个代板跟借水管都不能动 不要有这样子那么高低的差距 让它再平准一点 宋伟丽希望如期改善完成 保障用入民众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电影来看位在七堵区的慈兴宫 将500斤普度拜拜的白米 运送到杨秀玉服务处 请他协助转正给百福国中 提供作为三所国中 小学生们的营养午餐使用 同时也顺道参观百福国中 刚正见完成漂亮新颖的中央厨房 百福国中校长陈思斌 陪同市议员杨秀玉和助理 一起看着美丽的植栽 悠闲地喝着饮料闲聊 享受阳光洒下来的温暖 这里不是户外咖啡厅 而是由中央补助1500万元 协助百福国中刚改建完成的中央厨房 以及户外空间 校方规划作为学生们食农教育的场所 我们这个厨房外面这个空间 把它打造成一个大型的一个用餐的空间 然后在平常我们在实施这个食农 相关教育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来进行相关的活动 对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所规划的 那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的色调 是非常柔和的 我们就希望给学生营造一个 好像是在家里温暖用餐的一个感觉 除了明亮又遮阳相级的户外咖啡厅的户外空间 通透式的中央厨房规划 如果坐上高脚椅 分隔窗户两边喝饮料吃饭 也容易让人错认来到了哪家知名的餐厅 其实这是市议员杨秀玉顺道来参观百福国中 刚整件完成漂亮新颖的中央厨房空间 最重要的目的是特地把七堵慈心宫 普渡拜拜的五百斤百米 转赠给百福国中 作为学生营养午餐使用 那我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就是说 送这个名告诉我们所有的学生 我们这些血统 知道说我们这个 我们在用餐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要知道盘中 就是谁知盘中餐历历皆辛苦 也希望我们这些学生 这些学统要知道说 懂得感恩 对我们学生 我们的师长 我们老师 还有我们的父母亲 要懂得感恩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学校不是只有学这个学科 素科 我们一定要懂得是感恩 百米由校长陈师斌代表收下 也感谢来自社会的爱心 因为百福国中的中央厨房制作的 学生营养午餐 供应百福国中 长新国小 以及华新国小 三所学校使用 白米的使用量非常大 五百斤的白米给我们 真的是非常感谢 尤其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物资 食材都上涨 那这次给我们的 真的对我们学校 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尤其刚刚有讲到说 真的我们会再三的叮咛我们的学生 让他们感受到说 你所受到的很多的帮助 这个都是一点一滴 由社会善心人士捐赠给我们的 那我们希望说学生在学校 能够永远记住这份感恩的心 感恩的情 那将来他们有一天长大成 一定要有机会 要回馈给这个社会 杨秀宇也感谢 祈渡持新宫 转正百米的爱心 造福新兴学子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国门广场展出的 12颗小彩堤 装置艺术大受欢迎 不过却履传作品遭到恶意破坏 让市政府每晚都要派人修复 文化局表示若情况不改善 不排除提早撤场 傍晚的基隆国门广场 七彩的小彩堤 随着海风轻轻的飘 不倒翁的装置艺术 大受小朋友喜爱 不过展出不到一个月 却旅船遭到恶意破坏 有民众拍下小朋友呼朋引伴 像是泰山压顶 直接飞扑 也有家长抱着孩子 整个屁股坐上去 而这个小水滴 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 瞬间被压扁 募集民众看不下去 一群小朋友在那里跳 那个气球 然后家长也不顾 然后那些家长就瞄我一下 也没有要一直要礼物 然后就继续聊天 晚的时候啊 不要过分去踩踏 然后不要拿尖锐物去踢踏 那一般的我们是手去推 脚去踢都没有关系 都是不要拿尖锐物去刺踏 很容易破 虽然说它的材质 我们也把它加货了 对 但是还是病人 嗯 文化局8月初 在国门广场 展出12颗小彩笛 装在草皮上 预计展到10月10号 但近期不断传出 作品被压坏 固定拉环还被扯断 还是就是给小孩一个 好的示范 那带小孩一起维护 公共的事务这样 万一跌倒或怎么样的 压气应该会跑出来 教育资源来之不易 所以这几年我们争取了非常多的文化教育资源 希望让市民朋友们能有更好的一个优质环境 那国门广场前的小水滴在8月8号设置到现在 其实都常常发现有人暴力想想 我想这样触碰式的一个公共艺术 其实希望你温柔的对待它 你慢慢的推它 它会温柔的回应你 那对于暴力对付的行为 我们其实不能容忍 事实上小彩笛严禁超过20公斤以上大人小孩 直接压迫 文化局也每天判修缮 设置警告牌提醒 我们有呼吁爸爸妈妈们 跟我们一起来努力 给基隆更好的一个优质的文化教育的环境 那如果再有这样子暴力相向 没有办法好好的爱护这个公务的话 我们不排除提早把它撤离 虽然是互动装置 但还是希望民众要温柔对待 文化局表示若情况没有好转 不排除在8月底提前撤展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不排除 怎么起来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有民众经过基隆明德一路 近来看到一位老先生 用爬的过马路 联络远景到场关心 疑问之下才发现 老翁独居没有家人 出门采买却体力不支 才会用爬的爬过马路 索性没有出意外 民众开车等红绿灯 但远远前方 居然出现一个黑影 绿灯起步慢慢往前开 这才发现既然是一位老先生 四肢着地正在过马路 而这画面看得令人心酸 路上骑士和车主纷纷避开 就怕不小心撞到他 屁股这样撸着撸着前进的 很危险没错 人家会很扭 本所于111年8月22日 14时接获民众 发言说明德一路往刺激方向 有一名老公正在路边 需要本所协助 本所每次要派同人前往了解 该名老公是助于本辖内 老公年纪已大及行走不变 加上敌日的消耗坡度 所有才会跟在路边休息 本所远局很热心的顾送 该名老公返回住宿 警方初步了解这名老公 是附近一家木材行的长工 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 退休后由雇主安排住宿 生活还能够治理 只是这次体力不支 用爬的过马路 让人看得相当不舍 记者黄绍民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今天的国中舞蹈班 在暑假用艺术写下了 与生遇见与多的故事 年轻学子透过舞蹈表演 展现爱基隆的心 这由水晶钉子在内的雨声乐器 流淌着雨的声音 跟着山林艺术家王仲平老师 见得国中舞蹈班学生 舞动出别于以往的舞蹈 以多变的队形 展现身心灵合一 将流动的月音 融入大自然的氛围里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要洗澡 用什么 用水 那我们的精神体要洗澡 用什么洗呢 用流水的声音 听着这个声音 你如果拥有这只雨声 你常常去听它 你的精神体就会变得干净了 舞者手中的雨声 都是自己做的 见得国中校长沈俊光 深受这南美洲原住民 用来祈雨的古老乐器所感动 希望学子在舞动中 都能让觉醒生扬 不只将山林艺术家的 静心访门 融入舞蹈 更邀请风香舞蹈团孙老师 为舞蹈班编舞 将基隆异象之美舞动出来 其实我心里是蛮很感动 那我想舞蹈的创作 它需要一个底蕴 它需要一个过程 然后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在我自己已经迈入三十几年来的 舞蹈编创里面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让 见得国中舞蹈班的所有的孩子们 能够有不同的一个呈现 当雨都遇到雨声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雨声 来带给你大舞蹈班 装上四宝 在基隆的各大的比赛表演 都能够让市民看到一个丰富的音乐的表现 今天很开心可以制作这个雨声 透过这个声音让我联想到它跟基隆鱼的关系 透过这个舞蹈让我们更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 在艺术家 舞蹈家的协力下 带领建德国中舞蹈班的学生们 为自己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与精彩的跨域学习历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在疫情趋缓 相关防疫规范也在进行调整后 金融市长林务冲宣布 金融市居家照顾关怀包 功成身退 区公所人员将防疫物资逐一装进紫箱 在双北早于5月就陆续停发防疫关怀包时 金融市政府为了协助确诊民众 能延长发放三个半月防疫关怀包 不过在疫情趋缓 加上防疫管制措施调整后 防疫关怀包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 金融市长林务昌一旨宣布 金融市居家照顾关怀包 从8月27号起停止发放 包括我们相关中央的管制的措施 民众出入的这个 旗程的一个管制 都已经有了大幅的一个调整跟改变 那民众要取得这个物资 取得口罩或者取得快晒试剂 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经过评估跟思考 因为双北已经早在5月份都已经停发了 那我们金融的防疫关怀包 也即将在8月27号起 工程升退 虽然金融市防疫关怀包停止发放 不过在8月27号前确诊的民众 能够委托家人到区公所领取 8月27号之后确诊的民众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委托家人 到卫生所领取血氧机及快晒试剂 那如果你是在8月27号之前确诊的民众的话 那你没有拿到这个我们李干事发送到家户的关怀包的话 你可以到区公所来继续领取 那如果你是在8月27号之后确诊的民众 那我们关怀包就没有再发送了 不过血氧机还有快晒试剂 有需要的民众还是可以请亲朋好友 来协助到卫生所来领取 根据统计到8月19号为止 金融市政府共发送了36,127个居家照护关怀包 牛昌强调确诊民众如果在家居隔期间 有相关物资需求 但是没有亲友能带位领取 仍可以电洽区公所或社会处 金融市政府方面都会提供协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试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再变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路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避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嘉寬評吧 中嘉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嘉寬評 中嘉寬評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嘉寬評吧 中嘉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嘉寬評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 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 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 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嘉集團 很關心您 妳的設計我覺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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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 呃 呃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嘉寬評吧 中嘉寬評 中嘉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支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嘉寬評 中嘉寬評 中嘉寬評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你們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大家換中家寬評吧 1G只要999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